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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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作品叫做 閃亮文資 然後我覺得他就是 他為什麼會閃亮的點 因為我覺得文資是 全台灣到處都有文化歷史 我把那每個文化歷史 變成一個點 那點就會變成線 就會變成面 所以說在我的創作作品上面 你可以看到很多亮點 就文資的亮點 比如有我們的傳統的記憶 布袋西 有一些二胡的圖像 還有我們的那種一些 一些風俗民情 比如說古式建築 我覺得這是我把這個 這個酒桶的概念 把它融到文資裡面 我覺得每個地方 都有我們的亮點 我的主題就是 龍鳳城鄉 就是我們這個符號 很常看到在廟啊 在很多地方都會看到這種 這種很經典的符號 然後我就是把它 因為它是通常在平面上 然後我把這個畫在這個酒桶上面 那它有一種燈籠的感覺 就是它這種退暈 它裡面有那種發光的感覺 所以這個就是以這樣的方式 來畫這個酒桶 遠看它就會滿亮眼的 因為這種 我們的這種退暈的技法 通常都是以原色去做暈爛的效果 所以它會有這種漸層跟滿明顯 很鮮豔的這種效果這樣子 大家來到這裡 或許可以打卡 所以是大家都呈現了非常熱情的角度 像你看那個歐雞畫的就是一個獅子 用它的角度來畫 畫那個狼腮的感覺 阿里亞老師畫了三太子 也是非常熱情的 然後再來是拉馬的 嬌嬌的 還有那個志偉老師的 最後在那個 那裡有一面牆面 我們畫了八仙 再加一隻龍 所以說九個藝術家 八仙會龍王 我現在那件作品也非常有趣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鴻一大師 我想各位應該知道鴻一大師的創作 很親近 很療傷 那看他就很喜歡 如果我們四個亮臉裡面 都不是我們的一個歷史建築 但是很重要的 都在很未來很重要的位置上 那等一下也許我們會 策展的鴻一會兒幫各位來介紹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